新聞頭一條來關心 中華官議會頭一條利用 死神風雪開會 今天理會的重點 是江部署占對人本社區 以及中華捷運進行專案報告 其中捷運六天算的議題 是好賣相議員分分頭過死神 表達意見 也很期待 這項交通建設案 在通過議會心早之後 可以在到中央正面的回應 官議會頭一條利用 死神風雪開會 官府官府注定 占對今年完工的日本社區 以及正在整個黨中的 中華捷運進行專案報告 代表是中華捷運的專案報告 尚是主謀 陸港線在我們整個 整體陸網裡面 它可以結合 台中捷運綠線的延伸 鐵路高橋化 以及各個的開發案 來做一個串聯 然後促進我們北章化的一個發展 整理重大的交通建設案 當然因此不會就有議員的關心 議員無分哪裏 都很期待這項交通建設 可以趕緊進行 整理實現 我希望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建設 我希望你們公務處這邊 能夠再審慎評估 然後要把這個規劃 這個路線 不管你這個路線中央會不會支持 但是在我們線內 我們必須要把它規劃完善 無需額外徵收土地 能降低土地的取得成本 我是要請我們的主席 請我們的處長來回答 真的是都沒有 不用再額外徵收土地嗎 貿議員認為 這個溫六港山 就像台北這個溫淡水山一樣 可以帶動六港地區的觀光發展 這是這條路線等到完成 可能要等幾六十年 縣運拉到陸港 第一個它可能 有點類似像一個淡水這種概念 因為淡水是一個觀光地 陸港也是一個國家風景區 我們當然希望帶動地方的發展 但是在這之前 我希望處長在會後 能夠提供給我 這五年內 針對陸港交通現況的瓶頸 你要如何來做處理 管理府翁徽比透過時 是認算表師 這項重帶的交通建設案 希望議員都可以支持 所以才能夠尚高中央選擇 當然議員針對我們整體的規劃 還有一點意見 那因為這個是我們 第一階段的可行性評估 後面還有所謂的綜合規劃 那也拜託我們的議員們 也給我們支持 讓我們先送到交通部 管理府還沒有出場中央條 前南部閣後 也會占對議員提出的意見 更為精神 希望這裡是很中華官 一環一阻雙輸入的交通落榜 대祥希 博恩丁山 長官儀 才 absolut 你的名義 那我們 依據